病啊,那么清楚啊,这是什么,功夫成别,没有别人,他心里头那么多年来,这个这个出家修行就是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懂,寺庙里面的工作,做得比别人认真,为什么呢,修福啊, 佛会双修啊,念佛是修会啊,工作是修福啊,佛会双修啊,他拯救了,底线老和尚看到这个事情,在传接的时候跟大家讲,这是最好的榜样啊, 所以为大众服务,大众对他并不感激啊,他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声望,在寺院里面做苦工的,谁也瞧不起,谁也瞧不起,他圆满功德, 而人家赞叹一分呢,他功德就减少一分呢,没人赞叹他,一般人看到嫌弃他了,你这个做得还不够好啊,所以他修的是圆满功德,真值得厚人效法。 啊,所以心里面啊,什么样工作找干,无所谓,啊,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都清净啊,啊,这就成就了,如果心里面,还有自私自利,还有是非人物,那就完了。 啊,那就是,那就是,轮回心啊,在道场是造轮回业,这个就很可怕了。 嗯,下面一个问题,是现代学佛人,度佛经不能安心,是不是应以天经为主? 等,天经明理,心定了,在读经,可以,啊,心不定,读经也行,啊,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呢,你要懂得你的心为什么不定。 总而言之一句话,放不下了,你心才不定啊,如果真的把一千万元都放下了,哪有不定的道理啊。 啊,明理更好,啊,定生会啊,不明理啊,也能够得清净心,清净心其作用,救生智慧。 啊,所以佛祖教人,先把心定下来,自然智慧就开了,啊,这个这个,当年,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啊,从哪里做起?从放下做起。啊, 啊,你要不肯放下,永远不能看破。啊,啊,看破之后啊,你就放下更多。啊,啊,所以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又帮助放下。啊,啊,这两个方法。 啊,相优优独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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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 真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 第十二个问题 请问何为随缘消就业 这一句话 你 我这么多年讲了很多经 你多听听 因为这一句 两个小时讲不完 随缘消就业 是你的功夫真正得烈了 无论是善业 真的小业长 善缘怎么呢 不生贪恋 生贪恋的心就是业长 不生贪恋不就消了吗 我缘呢 你会生诚惠 我缘来的时候 不生诚惠不就消了吗 如果善缘来的时候 生贪恋 我缘来的时候 生诚惠 这个不但不能消业长 天天在造业长 在增长业长 麻烦他了 所以我告诉你的时候 随缘消业功夫得了 消业长确确实实实在随缘 如果离开云 你的业长到哪里消去 没地方消啊 消不掉啊 所以真正修行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在厨师待人节目 你看看 华严金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那叫随缘消业 你真懂得这个意思 决定一生圆满成就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待人节目 把自己贪嗔迟慢 统统消掉了 把自己的气情无欲 全消掉了 到最后把自己妄想 分别执着也消掉了 一生圆满成就会修行的 他懂的 不会修行的 随缘造罪业 在佛门也不例外 可能在佛门里造的罪业更重 为什么 佛门里面 这个我喜欢他 那个我讨厌他 天天在造罪业 佛门里面修福快 造罪业也快 比一般常活快多了 这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那么由此可知 经不能不停 教不能不学 不学 你在佛门里天天造罪业 我自己不知道 由心去造的是罪 无意去造的是过 罪过 要清楚 这个是要很长的时间 我自己是个过来人 前十年 老师常常在身边 看着我感谢 我感谢李老师 十年之后 离开老师 自己已经养成习惯了 所以在静缘当中 能学 能放下 才有这么一点成就 这个是许多同学都看到的 虽然看到了 你没有学到 这很可惜 看到要学到 那你就很有所用了 感谢李老师